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的朱老師 也是跟我們體育師的姚主任 是這個科普演講系列的主辦人 我們這個演講已經進行了好幾場 然後每場都非常精彩 那今天終於要談到 就是運動對我們的大腦有什麼影響 那我們請到的這個speaker 是我們學校認知所的張志鴻教授 那我如果簡單的說一句話 因為我對運動真的是不懂啊 所以我就把它簡化成 到底會不會越動越聰明 就是我們藉由運動 到底可不可以去改造我們的大腦 讓我的大腦變得所謂優化 那我講一個自己的經驗 以前聽說就是 你可能20歲以前你的腦袋就發展得差不多 就是說你20歲的時候 如果你差不多 比如說這樣聰明的話 你大概這輩子就是那樣了 你的大腦袋不太會有什麼變化 後來呢就聽了你知道他們這個 專家們的演講就發現 不錯這個年紀延長到大概30歲 然後就很開心 30歲 那時候我大概也比如說是30歲 你知道嗎 這往下走 然後就更開心了 因為我記得大概去年 去年聽也是像中的專家 我記得應該是有時候洪南老師的演講裡面 就有提到 其實我們人類大腦的可塑性 是超乎你的想像 那到底有多好有多高 我們今天就請張志宏教授來告訴我們 而且要告訴你就是他跟運動到底有什麼關係 好我們一起來熱烈掌聲歡迎我們周老師 謝謝 好謝謝朱老師的介紹 那各位中大的同事同學還有來自校園外面的好朋友們 那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在這邊 跟各位分享在對於這個 還有認知功能跟這個運動之間的這個關聯性 那所以這個主題是 朋友片上面這個 那我先跟各位講結論好了 結論就是 這個越動真的是會越聰明的 然後而且這個越動越聰明的可能性呢 是終生都存在 那麼 所以 希望 如果各位在座已經有這個規律運動習慣的朋友呢 那你們很好 繼續維持 那如果還沒有的話 希望 今天聽了演講 看到證據之後 可以說服各位回去趕快開始培養每天 規律運動的習慣 好 那我今天的這個課程內容呢 我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那 一個是來先介紹一下 我來自於認知神經科學人 所以跟各位談一下 什麼校園認知神經科學人 然後我們研究大腦 就是戰力小的部分 然後我們進入這個 所謂的大腦可塑性的這個概念 也就是說 我們的腦神經系統呢 它有一個改變自己 因為外在的挑戰 或是我們自己的經驗 改變它的這個連結的方式 以及它運作的這個功能的這個可能性 那這個可能性 中間都存在 那再來最後一個重頭戲 就是我們如何透過運動的手段 有哪些證據 運動可以改善我們的這個腦力 還有這個腦的這個結構 嗯 那麼 這是中央大學的神經科學研究所 那我們這個所呢 有八個老師喔 那就有八個不同的實驗室 那探討的這個研究主題 涵蓋人類的這個行為的各個層次喔 從很基本的視覺聽覺 那到比較抽象的 人怎麼會講話 語言功能怎麼會閱讀 那再到最抽象的這個 我們的 如何管理我們的情緒 了解我們的壓力 那這個 情緒跟壓力 對我們身心健康 有什麼樣的影響 對於大腦運作有什麼影響 那麼這個認識神經科學呢 它這個名詞啊 我常常跟別人跟我的朋友 或是跟我的親戚在講說 我在哪裡工作的時候 我說我在中央大學 他們知道 我在中央大學 在中立 可是講到認知神經科學的時候 他們這個頭旁邊 都冒起很多的問號 這是什麼蛙鉤 那基本上 它是一個這個 結合了認知心理學 跟神經科學的一個 這個學科 那麼在這個 認知心理學的部分呢 它探討的是 我們人類如何 接收外界來的這個訊息 包含各種感官的經驗 以及這個比較抽象圖號的這個資訊 然後把它處理過之後呢 轉換為我們想要表現出來的這個行為 但是整個訊息處理的過程呢 就是認知心理學關心的這個範疇 那麼這些歷程呢 它實際上 它是有生理的基礎 那大部分的這個認知心理學家 都會同意說 我們在處理這些外界的訊息的時候呢 它的基礎 生理基礎是我們的腦袋 我們的大腦 還有我們的神經系統 那麼所以在另外一個範疇的這個神經科學呢 他們探討就是說 在這個神經系統的這個基本單位神經元 他們自身的這個功能 還有這個幾個不同的神經元 如何搭配在一起 變成一個網路 或是建構成整個大腦 他們如何的運作 那麼去尋求這個 這個生理的這個基礎呢 對於這些行為的解釋呢 是結合起來是認知神經科學 做的事情 那麼這個企圖心呢 它可以推廣到很多 跟人的這個行為有關的層面 所以跟這個認知神經科學相關的領域 就這邊列出來這麼多 幾乎涵蓋了所有的這個人類行為 可能想到的這個層面 那我們今天會談的比較多的是 在跟這個運動之間的這個關係 那麼為了要能夠去研究人的這個大腦 跟行為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需要有一些工具來看人的大腦的這個運作 那這個人大腦運作 特別是在正常人的身上 比較難研究 那原因是因為 我們不能夠把一個正常人 叫到實驗室裡面來 然後把他腦袋給打開來 然後看他這個裡面的腦怎麼在運作 所以我們要有一些非侵入式的技術 可以從頭殼外面 就記錄到腦部的活動 那這邊呢是 列出來是我們在我們手上會採用的一些儀器 那包含腦磁波儀 腦電波儀 那這是利用因為神經元的活動 本身是一個電的這個活動 所以他電的活動的這個特性呢 可以在頭殼外面被記錄到 那有電就會生磁 所以電磁是共生的 那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磁波的記錄 或是電波的記錄 來分析這個腦的這個活動的這個方式 那麼另外一方面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叫 功能性磁症造影的這個技術 那因為這個技術他是可以偵測到 在這個神經元在活動的時候 他需要這個血液來供給他養分跟氧氣 那這個血液當中的這個氧氣的這個濃度的變化呢 可以被這個機器偵測到 那所以我們就透過這個儀器 我們可以知道說很精確的在腦裡面的哪一個部位呢 當我們在像各位在聽我演講的時候 或者是在想這個一個數學的問題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是哪一個腦部的區域在活動當中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技術去看得到 那麼另外像是這個跨螺磁刺激素呢 那他是透過直接透過這個磁場產生電的干擾 去干擾頭殼裡面的這個神經元的運作 那我們去達到不同的部位的時候呢 譬如說運動區或者是這個聽覺視覺區呢 那那個部分的功能就受到干擾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知道說 什麼地方是在負責什麼工作 因為這個被他打了之後 那個地方暫時的這個功能就跟平常不一樣 那麼像一些外在行為的這個現象 像是這個眼睛在看哪裡呢 我們也有這個透過眼球追蹤儀的這樣的技術呢 可以知道說現在這個人他在注意什麼地方 因為通常他注意的地方 他會把眼睛動過去看那個位子 那我們可以很精確的記錄到他的這個眼球的這個位子 那透過這些技術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人的一些行為跟腦之間的活動 搭起關係來 然後來這個做研究 那在這個研究的這個主題非常多 那我舉一個例子 是從因為今天跟運動有關係 那我就來談一下 那我們為什麼可以這個移動 我們可以這個從各位的這個宿舍或是住的地方 走到這個演講廳來來聽演講 那這個整個動作控制的這個參與的這個腦區啊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背景的是 我們人的這個左半腦的這個大腦的皮層 那它是由這個數十億的這個神經元組成的 然後它表面有很多的皺褶 那這裡我用色跨以及線條把它標示出一些這個明顯的地標來 那我們來這個知道說腦部裡面的這些不同的分區 那像在這邊這條淺藍色的這個溝槽 是在這個大腦的這個皮層上面一個很明顯的這個特徵 因為它把我們人的這個腦的這個表面呢 分成了這個額葉 就前半這條藍線的這個前半是額葉 那往後走的這一半是頂葉 那麼在這個額葉當中呢 標成紅色這塊區域啊 是我們叫做主要運動區 那在這個主要運動區呢 它透過這個一個神經元的連結 就會接到肌髓裡面 那在那邊再接上 連到四肢的肌肉的這個運動神經元 那引發在這個四肢的肌肉的收縮或是舒張 那麼它對於我們的這個自主的運動控制很重要 那在這個主要運動區 再往前面呢 有兩個這個區域喔 輔助運動區跟前運動區 那它是用來這個決定說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動作 那麼像各位的 這邊各位的面前 有的人沒有把小桌子攤開來 那有些人把小桌子攤開來 上面擺了手機或是筆 或是筆記本 那這些不同的物體呢 你都可以對它有這個不同的動作 像是筆記本你可以翻它 然後筆可以拿起來寫字 那或者是這個 如果你還放著茶杯的話 你可能可以把茶杯拿起來 喝裡面的這個水喔 那這些可能的動作呢 你同一時間你都可以選擇去做 可是在現在這個時刻 做什麼樣的動作最恰當 那最符合你的這個意圖 那是由前面的這些 耳葉的這個輔助運動區跟前運動區決定的 那至於說你怎麼知道 怎麼用這支筆來寫字 或是怎麼知道 怎麼伸手去拿茶杯喔 這些你跟熟悉的物品 這些熟練的動作呢 那它的這些記憶 是儲存在筆頁裡面的這些區域裡面 圓上回腳回這些區域 那如果這些地方壞掉的話 那這樣的一個病人 他就沒有辦法去正常的使用 他平常熟悉的工具 像是筷子啊或者是這個湯匙 那他可能可以告訴你說 這是什麼東西 可是你叫他去用這些工具 他不會用的 那在大腦的這個 壓著的是下面有一個比較小的這個結構 那這個是小腦 那小腦我們不要看它比較小 可是它裡面所含的這個神經元的數量 是比整個大腦神經元加起來都還要多 我們說我們知道整個神經系統 它含的這個神經元的這個量 是差不多是85億個這個神經元的量 那這85億個神經元裡面呢 其中有65億個是在這個小腦裡面 17億個是在大腦裡面 那所以這個小腦它負責蠻繁重的這個運算 那他要做的事情是去整合 來自於我們身體周遭的這些視覺啊 聽覺啊 本體覺的這些感覺的這個訊號 然後把它去跟在輔助運動區 前運動區跟主要運動區裡面的這些 大腦想要發出來的運動的訊號去做比較 那如果說他發現到說 他對於身體的這些周圍的回饋 比較之後發現跟大腦想要做的動作不一樣的話 那他就要趕快通知大腦去做修正 來表現出合一的這個動作 所以如果小腦受損的病原的話 他做出來的動作會很有障礙 會卡卡的 而且他可能會不太知道說自己的這個 本來伸手要去的地方 他要伸到哪裡去了 那所以在這整個這個運動神經系統裡面 我們之所以能夠自主的這個自由自在的移動 是因為在這整個系統當中呢 他有一個階層性的這個架構 從最上層的前運動區跟輔助運動區 他來下指令選擇出 合適能夠做的這個運動的方式 然後到這個主要運動區負責執行 決定說哪些神經元要開始活動 然後執行這些動作 那再往下經過腦幹 到肌髓 我們這邊去驅動這個肌肉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小腦還有一個叫經濟的這個結構 他們會負責幫忙修正錯誤的動作 那使我們整個執行出來的這個動作 是一個流暢平滑的正常的這個情況 那這邊我們在聚焦在一個 我說最重要的一個主要運動區 因為他是實際上他的活動會引發 我們這個自主肌肉的這個收縮 那在這個區域呢 他從這個雙側都有 那他從這邊單側 譬如說這邊是左側的這個運動平時區 那他的這個神經的這個纖維往下送的時候 他本來都停留在同一側 可是到了眼腦的時候呢 他就跨接到對側去了 那這個跨接之後呢 他就停留在跨接過去的那一側 所以左腦的這個運動神經元 他往下送到這個 右邊的這個肌髓裡面去 那所以這個造成一個很有趣的特性 就是我們身體的這個動作 他是一個對側控制的這個情況 也就是你的左腦在控制你身體 右半邊的移動 右腦在控制你身體 左半邊的這個移動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的設計 這個是一個演化上面的謎團 因為直接從工程的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你如果採取這個最短距離的通路的話 他傳遞訊息的速度應該會比較快 比較有效率 那但是不曉得在演化當中 發生了一個什麼樣的事件 使得這些我們的祖宗背的這個生物 他把這個神經系統發展成一個 要跨接到對側去的這樣子的設計 那麼在主要運動區的這個區域上面呢 他有一個有趣的特性 是在我們身體當中 臨近的這個區域 在運動區裡面呢 控制他的這個神經元 也是長在相鄰近的區域 那麼而且 如果一個身體的部位 可以表現出來 越複雜的運動 像是我們的雙手 還有我們的這個臉的表情 還有我們嘴巴會講話 能夠做出來的動作 越複雜的時候 那麼在運動區裡面去負責 控制他的這個神經元的數量 也就會越多 然後那個區也就會越大 那所以如果我們依照這個 運動區上面的這個神經元的比例 來畫成一個人的話 那這個人會長成像這邊的這個樣子 有點醜陋 不過這是我們神經系統的實況 那這邊其實是有兩個小人 右邊這個是運動區的小人 左邊這個是感覺區的小人 那他們共同的特徵就是一個很大的頭 跟一雙很大的手 那他反映出來的是 我們的雙手腕能 可以做出非常多靈巧的動作 那表示在這個手指 手掌手腕這邊有很多的小肌肉 需要被控制 所以他就有超量的這個神經元 來負責控制他 那一樣我們有很豐富的表情 可以講很多的這個話 發出不同的聲音 所以就很豐富的這個神經元 在這邊負責控制他 那相對的這個身體跟腳就很小了 所以常常我在看到這個圖 每次看到我就想到說 如果我們把電視上面的名嘴 拿來掃描一下的話 那我們應該會發現他的舌頭 應該是拉到這個地上來的 那感覺區也是一樣的這個道理 因為感覺越靈巧的地區 就是有越多的神經元 在負責分析那邊接受到的這個觸覺啊 能熱感的這個訊號 所以他有一雙非常大的這個手跟臉 好 那麼如果在主要運動區這個地方 他受的傷 通常是因為中風阻塞的這個關係 或血管爆裂的 他就 這個地方的腦 就得不到充分的這個神經 這個血液的攻擊 那他就會神經元就會壞死 那這時候就會造成這個半身不碎 這樣的一個現象 就是受傷的那一側的這個運動區 他對側的身體 就沒有辦法被自主控制運動 那這是一種就是腦部的這個傷害 會造成身體無法自主運動的這個情況 那麼還有一種情況呢 是超人的這個情況 那如果說 因為在這個神經傳導的過程當中 有某一處的訊號斷掉了 他送不出去的話 這個時候雖然腦還是好的 可是他那個訊號送不出去 也會造成他身體無法移動的這個情況 那在座的朋友們可能年紀都比較輕 所以很多不曉得這個超人 但是在我的年紀呢 我最崇拜的這個超演員是他 那是Christophe Vee 那很不幸的他雖然 他雖然是最好的一個超人的演員 但是他在1995年的時候 因為起碼受傷的關係傷了頸椎 從此之後他就癱瘓 四肢都不能動 那麼他演唱完的時候賺了很多錢 所以當他受了這個傷害之後呢 他捐了大量的錢出來 給這個神經科學家 還有這個工程學家 希望能夠幫助像他一樣的這個患者 能夠治癒或者是恢復一定程度的 自主跟外界互動的這個能力 那所以他的這個捐獻以及各國的這個科學研究的這個投資 在現在已經可以做到一定的地步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個這個例子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這個四肢癱瘓的這個病人 那他的這個頭殼裡面 就植入了這個電極 所以可以偵測他的這個運動區的訊號 那麼這個運動區的訊號 經過這個電極的紀錄 這是一個10x10的這個100根的電極的陣列 那他送到這個在他的這個做的這個論語後面的小電腦 去分析這個訊號的這個目的是什麼 那就可以去控制在電腦上面的這個滑鼠游標 那麼一旦做到這件事情之後呢 他可以做的事情就蠻多的 像包含換電視的這個頻道啊 或者是上網點這些連結啊 還是控制周圍的這個電燈的開貨關 那麼這些都變成可能了 那這樣子的技術呢 這個影片是在八九年前出來的 所以其實他已經直接用在這個病人身上 那這個四肢癱瘓的病人 他現在正在透過這個螢幕跟 在網路上去跟這個外界做互動 那像如果螢幕上有一個虛擬鍵盤的話 他其實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打這個email發信給別人 那對我們來說這些都是很簡單的一些小動作 是對這些癱瘓很久的人喔 是很大的跨境很大的一步 那現在這樣的技術呢 透過直接記錄這個腦部的這個活動 他已經可以到一個控制機器手臂的這樣的境界 那這是在差不多兩年前的一個影片 這個女性病人她已經癱瘓了九年的時間 然後在她癱瘓九年之後 做了這個植物變質的技術 那透過一定的這個時間的訓練呢 她可以用這個機器手臂去抓遠處的食物過來 去餵她自己 那這個對她來說也是一件非常興奮的這個事情 那如果像這樣子的這個記錄的這個腦部的活動 去控制外界的這個裝置的方式 我們叫她做這個腦機介面 那直接把電極埋到頭殼裡面 它雖然是可以幫助他們 恢復一定的自主的這個控制的能力 可是有缺點 因為你的一個傷口一直在那裡的話 這個電極埋進去是有傷口的 那它可能會有感染 長時間會有感染的風險 那麼還有這個電極如果埋在那邊 那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電極壞掉的話 那怎麼辦呢 她要替換的話就要再動一次手術 去把這個電極給這個換出來 所以其實並不是一個最佳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晚禁在這個技術的發展上面呢 這個領域 腦機介面的領域在競爭的是說 我們如何透過非侵入式的方式 也就是我剛剛一開始有給各位看過這個 腦電波腦磁波這樣的技術 那它是透過在頭殼的表面貼著電極 就可以記錄來自於這個神經元活動的訊號 那麼不用侵入打開腦殼 那如果藉由分析這樣的這個訊號 就可以達到一樣控制的目的的話呢 那這個整個技術會再往前進一大步 那這個是目前這個神經科學家 跟工程學家在整個跨領域整個努力的這個方向 那甚至有這個企業家發了一個大願 他想要在2045年的時候呢 就達到一個叫做 2045年的阿凡達這樣的計畫 那阿凡達這個電影大家可能在三年前應該 蠻多人都有看過 他是這個 這個故事裡面的主角 他就是這個下半身癱瘓 可是他透過電影裡面的情節 是把他的這個意識 記憶上傳到他的這個外在的這個 阿凡達的這個中文叫什麼 傀儡來替身 對就是在外界的這個代理人 那他就可以去控制他的這個外界的這個 等於是一個像機器人一樣的東西 在外面這個活動 那這個俄國的這個企業家呢 他發的心願是說 他要達到這樣一個境地 讓人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這個 意識的這個活動呢 都上傳到不死的這個軀體裡面 像機器人的這個軀體裡面 那他是很有 系統的分級的步驟階段來進行 從現在這個2015年到2020年之間的這個階段呢 或者是在像設計出一些這個機器的裝置 可以透過這個像剛剛看到的這種植物電擊 或者是貼這個電擊的方式 來跟這些裝置做互動 那但是慢慢的他希望發展到說 可以像電影阿凡達裡面一樣 把所有的人的這個意識都上傳到這個不死的身體裡面 用他來取代這個有限的這個 那個壽命有限的裡面的軀體 那這當然是一個很巨大的這個很龐大的這個夢想 那但是真的做到這一步的話 是不是那麼合適地球的生態系統 這個是很值得考慮的 因為如果大家都不會死 都用不死的身體在地球上跑來跑去的話 那現在全球的人口大概是65到71之間 那隨著這個時間的增加 這個人口數量越來越多 裝不下所有的人了 那麼我們在這個透過各式各樣的這個研究 了解人的這個大腦的特性當中呢 那在這個二十世紀末到現在 我們逐漸了解到說 這個大腦他其實是終身都在改變 那這樣子的概念呢 跟二十世紀中期以前呢 認為說一旦人出生到這個成年 發育成熟之後 腦就不會再改變 然後大腦細胞只會逐漸的死掉 這樣子的這個想法 是有蠻大的這個差異 那這是我們的這個 從胚胎 在這個二十五天的受精之後 二十五天的這個 這個神經系統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隨著這個時間的增加 一直到這個 差不多是 懷孕到九個月的時候 就是在出生前的時候 腦的這個狀態 那即使到這個狀態 我們的腦 在出生的那一刻還沒有發育完整 那這個其實是 配合這個人 因為我們的祖宗本來是爬的 那後來在非洲草原 開始站起來之後呢 那這個骨盆腔就變得比較狹窄 所以這個小baby他的頭 不能夠長太大 那不然就會生不出來 那不能長太大的時候 表示說他出生的時候 他的腦還沒有完全的發育成熟 所以我們出生之後呢 這個腦裡面的組織 還不斷的在成長 不斷的在改變 那這邊我們看到的是這個 白質的這樣的這個構造的發育 所以白質就是我們的神經元 他可以分成神經元的本體 跟他長出來的神經纖維 那神經纖維上面 會包覆了有點像脂肪一樣的東西 來讓這個神經元的電流的這個傳導 他是可以絕緣 使這個神經元的訊號 可以傳導更有效率 那這個包覆的這個東西啊 他的這個發育 要一直到20歲的時候 才會完全的長成 那從出生到5歲 8歲 12歲 16歲到20歲 這一段期間 我們看到這些腦的圖 顏色越偏藍色的這個區域 是表示說 那個地方的白質發育 會越成熟 那 所以我們看這個過程當中 在5歲的時候 就已經蠻成熟的是這個 腦的這個最後端 還有在這個中間的這個部分 那麼最後端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各位 如果摸摸自己的後腦勺 那這裡面 進去 對應它裡面的腦的部位 是我們的視覺區啊 那這個視覺區呢 它負責處理眼睛傳遞過來的這個訊號 把它變成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感覺 那這個地方在5歲的時候已經發育的蠻成熟了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這個感覺動作區 那就是我們去感受來自於身體 各個部位的這個各種觸覺冷熱覺 還有這個我們控制肢體的移動這樣的這個部位 它的白質在5歲的時候也長得差不多 那只是這個感覺動作區跟視覺區之間的連結的這些白質還沒有長好 所以可能這個小朋友他的手腳的平衡跟他想要做的事情之間不太協調 那是因為他的這個看到的東西跟他想要做的事情之間還沒有一個很好的溝通 那這個隨著他的這個感覺動作跟視覺之間的連結長得越來越好 他的動作會越來越成熟 平衡感還有各方面的協調感會看起來會比較好 那整個這個腦裡面最慢發展成熟的區域呢 其實是在我們看到在前半段 也就是我們的額頭下面的這一塊大塊區域是我們的額葉 那這個額葉一直要到20歲的時候整個才發育完成 那額葉管什麼事情呢 額葉叫做我們的總才腦 他是負責這個計畫所有我們想要做的這個事情 讓這個還有抑制這些很基本的生理上面的衝動 那所以這個地方是沒發育好的話 很多這個不恰當的這個基本的這個行為就會冒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一個例子是這個 測驗一個人的這個 控制自己的這個基本慾望的能力好不好 那是一個叫做棉花糖測驗 那他是找小朋友來做這個測驗的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測驗很簡單 就是找這個很小的小朋友來 讓他們放在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這個房間的這個桌上擺了一塊這個外國 他們叫這個棉花糖Mashmallow 那是很大很甜的東西 小朋友都很喜歡的 那這個實驗者正在跟他說 好 你現在呢 在這個房間裡面五分鐘 那如果五分鐘我回來之後呢 你還沒有把這一塊吃掉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兩塊棉花糖 那這個時候就看這個小朋友 他能不能撐過這五分鐘 那可能是他生命當中最長的五分鐘 那我們就看到他找來男生女生 然後大大小小各個年齡不等的這個小朋友 然後有雙胞胎起來了 那在這過程當中他們 有很多的方法試圖來壓抑住自己的這個衝動 那是我們可以知道 那是有什麼感覺 那是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地方 太小的話他有時候是做這個沒什麼意義喔 因為他可能就直接把他拿起來吃掉 好 這個仙子還沒走出去這一個人就開始吃 這時候他聽到這個仙子進來的聲音超高興的 這個小孩是蠻厲害的 然後這時候他說你拿到了你應得的獎賞 第二個棉花牆 太開心了 那這個測驗這樣做他不是說 就是只是好玩拿來測小朋友那個控制自己的能力 那在這個五分鐘的這個期間他能夠撐到多久 然後沒有把它吃掉這個時間的長度 他可以拿來去預測他未來在學業上面的表現 以及甚至到他成人的時候他的一些這個收入的這個水準 那他在這個測驗上面表現得越好的話 那他未來的這個成績 學業的成績以及他長大之後賺的錢就會越多 所以是一個預測他的 根據他在這個階段他的這個 額葉的發育的這個情況 所表現出來的這個行為 然後對未來做的一個預測 那麼所以就是說 從這邊我們看到的是說 你的這個 各個區域發展的這個成熟度 會影響到 你在那個 那個年齡的時候表現出來的這個行為 那這個 大體上我們的這個 整個神經系統 剛剛看到是白質的這個發展的情況 那包含這個白質以外像灰質 以及血管的這個發育 就是差不多到20歲 就是又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但是並不是就停在那個時候 所以這邊我們來看一個大腦可塑性的定義 它是這個腦神經系統的 它的這個結構跟功能 因為我們自己的一些經驗 或是環境的刺激 它會產生一些這個改變的特性 那這個改變的這個可能性 它終身都有的 而且它是發生在 神經系統裡面的 蠻多不同的細胞上面 那主要是在神經元 就是神經系統構成的 基本的單位上面 那還有就是支持這個 神經系統的交織細胞 我們剛剛提到說 神經纖維上面有這個 像脂肪一樣的東西包覆著它 這個東西叫隨翹 那這個隨翹呢 它不是神經元自己長出來的 而是交織細胞 長出來去包覆在神經元上面 那所以交織細胞的這個結構 它也會影響到整個神經系統的可塑性 那還有就是在這個 腦裡面其實充斥著很多的這個微血管 它非常的這個密布 那才能夠攻擊85億的這個神經元 它們每一個層面所需要的養分跟氧氣 那這些細胞它都有可能產生結構上面的改變 那這個改變的這個可能性 雖然中間都存在 但是隨著這個年齡的這個增長 年紀越大這個可塑性會越來越下降 那麼除了在正常的這個發展的情況下 就是一般正常人 他會有這個可塑性的發生 那如果說因為異常的情況 譬如說頭撞到受傷 或是因為中風的關係 某些地方壞死的話 那它也會產生這個神經系統 重新組織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重新組織的情況 在已經發展成熟的這個 這個哺乳類或是這個人身上可以看得到 那這邊的一個在成體上面的這個例子 是從猴子身上來的 那這些科學家為了研究說 在這個猴子的這個腦區 它會呈現這個感覺區的這個大腦感覺區的重組 是一個可塑性的情況 所以他們做的事情是先去找出來 在這個猴子的這個感覺區上面呢 有哪些區域是對應到它手指 五根手指的感覺 那麼這個感覺的這個對應 從手指的這個觸覺到腦之間的這個對應 它是很清楚的 可以劃分成不同的區域 所以這邊的這個拇指 這是猴子的拇指 現在我們看不太出來 哪一個是拇指哪一個是小指 這是拇指 那編號是E 叫D1 然後這個從食指中指文明指到小指 各有他們對應的這個代號 那他們這個去找出到底是哪一個腦部的位子 在負責感覺這個手指的這個觸覺 就是他們在這個猴子的這個手指去摸它 然後拿著這個探針在他們的這個頭殼上 頭殼裡面的這個腦表面去到處測 看哪一個神經元有比較高的這個活動量 那他們會記錄到說 譬如說碰到這個拇指的時候 就是這塊區域它有比較高的活動量 表示這個區域呢就是負責去處理它的感覺 那這樣標定出來之後呢 這個時候研究者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些腦部區域的這個表 處理它的這個位子 跟它的大小是不是固定的 它會不會因為輸入的訊號 有所改變而改變了它這邊的結構 那所以他們做了一件有點殘忍的事情 是把它做截肢 把這個猴子的中指給砍掉 那切掉之後呢 過了兩個月的時間 來看再記錄一次 它的這個腦區裡面的這個情況 那結果就發現 被截掉的這個中指 本來處理它的這個D3的區域消失了 那因為這個訊號輸進去 可是它會對於D2 或是D4輸進來的訊號有反應 那就是說本來對處理中指的那個區域呢 它被這個食指跟五指給吃掉了 那這是因為在這個感覺的皮質區裡面 它當這個D3就是中指的那個位子 它沒有辦法再收到訊號進來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的神經元它不會讓它閒置著 還是會用它來處理一些這個 跟它本來的功能比較相近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就是它相靈近的這些感覺的訊號 會拿來把它拿來做處理 那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已經成年的這個猴子身上了 所以在初期的一些研究證據上面 從猴子上面看到這種成年的這個動物的大腦素性 那所以對於在人的身上呢 我們在問的這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已經到了比較年紀比較大 像我這樣子 或者是像這個年紀更大的人的身上 那還能夠學得會這個新的東西嗎 那在什麼時間點這個發育的階段 它做新的學習是最好的 所以在回答這個問題上面 在人的身上就是一個大的問題就是說 當一旦成人之後 人的腦細胞還可以再生嗎 那答案是可以的 就是特別是在某些特定的腦部的區域 這樣子的這個新生的神經元的現象特別明顯 那我們這邊看到的這個圖示標定出來的區域呢 是一個叫做海馬迴的這個構造 海馬迴這個構造 它負責的功能呢 是當我們的 像各位今天聽到我講的內容之後 如果這個兩週之後還記得 我穿的是什麼顏色的衣服 還有這個我今天講哪些東西 那是因為現在各位的海馬迴 正在非常努力的工作當中 那它要把進來的這個新的訊息 轉換成你的記憶 然後再送回大腦皮質區裡面去儲存 那所以這個地方呢 在這個一些研究當中有發現說 海馬迴這個區域會長出新的神經元來 然後這個特性是一直到我們臨終之前 它都還在長 在這個老鼠的這個身上 有發現這樣子的這個現象就是 當我們把一種這個染色劑叫BRDU的這種染色劑 打到它的這個體內的時候 那這種染色劑呢 它會特別去找 就是新長出來的神經元 因為新色神經元它內含一些化學物質 是會跟這個BRDU結合的 那在這個腦裡面去跟這個BRDU結合的這個區域呢 老鼠身上就是在這個海馬迴的這個區域 那麼在人的身上 那同樣的事情去做的話 它發現就是 有五位臨終前的這個癌症的病人 他們從38歲到70歲之間都有 那如果打入這種跟新生的神經元 會結合的這種藥品的話 那在打這種東西的目的是 在癌症病人身上是為了要去標定癌細胞 因為癌細胞就是不斷的在新生在分裂 那如果這個一個藥要target這個癌細胞 他需要能夠找到這些新生的這個細胞 那可是在身體裡面呢 還有一些跟癌細胞具有相同的特性 新長出來的這個細胞 那在這些人身上呢 他們找到是在 也是在人的這個腦的海馬迴的這個地方 所以從這邊也看到說 他一直到70歲 都還有這樣新長出來的神經元就在這裡 那來幫助他本來的目的 可能就是幫助他能夠形成新的記憶 那利用這個地方 當新長出來的這個神經元呢 使得我們每個人在成人的時候 都還有這個能力可以去記得 去學會新的事情 那在這個正常人身上的研究呢 這個過去的神經科學家 是利用在這個倫敦的這個地方 開計程車的這個問獎 他們的一些這個特性 一些行為來做這個研究 那為什麼選倫敦這個城市呢 是因為 這是倫敦的街道圖 看起來蠻複雜的 而且他除了這個街道不是方正的結構之外 他還有很多的單行道 所以如果這個一個成功的計程車司機 他要能夠事業要做得下去 要混得下去的話 那他必須要備熟 就是所有的這個 街道的這個 哪裡街道哪裡 而且哪裡是單行道 不然他一旦一個地方轉錯彎的話 他可能就要花很多的這個 幾十分鐘的時間 才會再轉回他想要去的那個幹道上面 那麼這個研究呢 的研究者他們找來這個 倫敦地方計程車司機 然後把他們的這個 腦的這個結構去做掃描 然後比較這些計程車司機 他們的腦 就是他們腦的這個切片 就是透過MRI的這個掃描 去取得他們的腦的影像 那比較他們的這個腦的結構 跟一般不是計程車司機的這個正常人 那他們同樣在年齡 那在收入上面 都互相有這個Match 就是配對的 所以就是除了職業上面的差異之外 其他的差異都不太大 那這個時候 如果他們的腦的這個 體積去比較相減 如果是計程車司機的腦的區域 比較大的位置呢 就把他在這邊用黃色的這個 這個顏色把它標定出來 那首先標出來的區域 是在這個海馬迴的這個區域 不管是左側或是右側 然後靠他這個海馬迴 比較後面的這個部分 在計程車司機身上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比較大的這個 這個體積呢 如果單就這個計程車司機 本身這群人來看的話 在這個圖上面 橫軸代表說這個計程車司機 他開了多久的計程車 開了這個應該是幾個月的計程車 從這個50個月一直到400個月都有 那縱軸代表說 他在這個海馬迴這邊的體積的大小 那所以我們看到有一個正相關 那這正相關代表是說 他計程車開了越久的話 那他在這個海馬迴這個地方 後區的這個體積就越大 那這個海馬迴的後區 他在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有一些其他的這個 對海馬迴功能的研究發現 就是這個地方是儲存所謂的認知地圖 就是我們知道現在在科寺館 然後在209教室 那如果現在要從這邊走到中大的行政大樓的話 那你在心裡面想這個題目 你大概就會浮現這個 中大的這個地形的結構是什麼樣子 然後科寺館在哪裡 然後行政大樓在哪裡 你要去計算那個方位 這個時候你用到的功能就是 所謂的這個認知地圖 那當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在海馬迴的這個後區的這個部分 會有非常高的這個 從核子供生造影看到的活動的情況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個地方是在處理認知地圖這件事情 而這也是這些計程車司機 他們隨著開的計程車時間 越來越久 那個這個地方會長得越來越大 而是他們這邊存的越來越多 像是這個倫敦這邊的這個 很複雜的這個街道圖 這樣的空間的知識在他們身上 那這是在人類身上看到的 在成人身上也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大腦的這個可塑性 那另外像一些特殊的這個專家的這個行業 像音樂家 他們通常要練習一萬個小時以上 才能夠變成從這個一般的業餘的演奏者 變成職業的這種水準的演奏者 那這些受過很長期很密集訓練的這個音樂家 他們的聽覺的這個處理的這個大腦的皮質 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樣的 那他們這個在聽覺皮質區呢 你可以把它劃分成不同的這個區域 那他會不同 對不同的音高是比較敏感的 那麼這些音樂家 你去看他們這些區域的話 會發現他們區分的比一般人要來的更細 就是不同的這個更小的這個頻率的區間呢 在他們的這個皮質區上面都可以找到對應的這個活動 那這個是因為他們這個訓練造成的這個影響 所以他們在這個聽覺皮質區除了區分的更細之外呢 他們的這個整個的大小比一般的正常人要大25%以上 那這個是從他們成人之後 隨著他們的這個音樂訓練經驗而造成的這個改變 那即使是不是這個音樂家 你可以想說音樂家可能有一些天才 或是一些特殊的這個遺傳的背景 所以他們會去選擇走上音樂這一條路 那如果是一般人的話 也有這種可塑性嗎 那這邊是找來 這個研究者他們找來一群這個年輕人 讓他們去做這個雜耍的這個練習 那麼雜耍的這個三個球這樣拋拋拋練習了 學了這個幾個月之後呢 來看他們的這個腦部的這個結構的改變 那結果發現他們在剛開始練習這個雜耍的時候呢 掃描他們的腦 那這個時候他的這個體積的改變呢 是在差不多接近零的這個位置 那在隔了 這邊應該是隔了三個月之後呢 再來掃描一次他們腦部的結構 然後發現就是 他在某些特定腦部區域呢 他有體積的增加 那這個增加的體積是在這邊黃色飆出來的區域 在這個孽葉就是在比較後側 我們的這個側邊比較後側的部分 以及在這個鼎葉的這個部分 有體積的這個增加 那這邊這些區域呢 是跟我們在處理一個東西在移動的時候這種運動的視覺 以及這個在鼎葉這邊是負責身體的這個空間的協調是很有關係的 那因為在練習這個雜耍的作業呢 需要這個手眼的這個協調 以及去分析一個東西他移動的這個軌跡 所以他強迫他這個地方要變大 那這個變大的這個情況是在三個月的時候就發生了 而且當三個月之後他就停止了這個課程 不再練習 然後再隔了三個月之後來看說 他這個時候比起一開始的時候更大的這些區域 他是不是還維持住 而且我發現再隔了三個月之後沒有練習之後 這個地方還是維持住的 那雖然比剛結束的時候要小 但是他比一開始還沒做任何練習的時候要來的大 那如果說剛剛介紹的這個計程車司機或是音樂家 這個可能有挑選的這個效應 就是說適合那個行業的人他們才去做那個行業 那所以他們的腦是本來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那如果有這個疑慮的話 這個算是比較有說服力的 因為他是就是一般人然後早去做練習 那練習完之後發現他們有這個 因為練習造成了腦部的這個影響 那講到這邊呢總算要進入今天的正題了 因為剛剛是要這個setup這個背景的這個知識 才知道說腦是怎麼回事 然後腦裡面的這個可塑性到我們成人的時候都存在 那因為有這個腦他有一個可以被這個重新塑造 那這個掌心的神經元掌心的年節的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運動這件事情呢才能夠在大腦身上發揮作用 那台上運動這件事情呢 這個地球上所有人類其實正在趨上一個 可能因為科技越來越發達 各種交通工具越來越便利 所以我們的這個一代不如一代這個體力上面 那這個是大概是上個禮拜 BBC的一個新聞的報導 那他們在這個全球收集了很多的研究 來比較說目前的這個小朋友 比起他們的爸媽的那一代 在跑步的速度上面來講的話差多少 那大概全世界一致的現象就是發現 現在的小孩跑得比他們的爸媽要來的慢 在同樣的年紀的時候 因為如果是現在你有一個小孩去跟他跑的話 你可能會跑輸呀 那這句話就是說 當他們的爸媽在30年前他們的年紀的時候呢 他們爸媽是跑得比他們這個小朋友要來的快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蠻可惜的這個現象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是有很多的這個小工具啊 那個來幫助我們維持一個好的運動的習慣 維持我們的體力的 那像這邊各位看 運動表 這是一個GPS的這個表 那或者是可以在你的 大概目前每個人都是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 那其實你可以下載這個軟體來記錄你的這個身體的這個活動的情況 那所以這個就是 然後你可以把這些資料上傳到網站上面留下你每天的這個活動量的這個紀錄 以及你到了哪裡跑了多少的距離 那像 這邊是我自己在10月6號的時候 繞著重大的校園 跑了快差不多快7公里的樣子嘛 那 所以有這些工具來幫助你維持運動的習慣 所以如果你感覺到自己這個 目前的運動習慣不是太有維持的話呢 你可以去嘗試用這些東西來幫助你 那麼 我們為什麼要維持一個運動的習慣呢 原因是因為 我們人類跟其他的動物 共享一個很顯著的這個特徵 就是我們的腦 只有會動的這個生物才有腦 或是才有中央神經系統 如果今天我們是這個植物的話 大概你找不到任何的植物 它身上是有腦或是有中央神經系統 那原因是因為 要發展出一個腦或是中央神經系統來 這樣的構造 來總指揮身體各處的這個活動 以及出出很多的訊息 是因為要移動 在環境上移動這件事情呢 是一個對生物來講很大的挑戰 那你可以想想看 你從 剛從課室館樓下走上來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經過許多環境的障礙 包含地板的材質的差異 造成的摩擦力不一樣 那還有你要走上樓梯 或是 如果你剛沒有那麼勤勞 你是坐電梯的話 你要選擇去按各種不同的這個按鍵 那在這些過程當中 譬如說地板材質的不同好了 那你走在這個地板上面 腳跟地板的摩擦力就會不一樣 那你的身體要即時的做一個調整 才不會實力過大或是過小 使得你失去平衡跌倒 那這樣跌倒就很糟糕 那所以有這樣一個中樓控制的這個系統 可以幫助這個會移動的生物 對它自己的這個行動做更好的規劃 以及隨時應付來自環境當中的挑戰 那這個在很低等的生物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這樣子的這個需求 這是一個我們叫做海鞘的這個生物 那海鞘呢它長大的時候是長這樣 那它剛從軟裡面孵出來的時候呢 是長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它們長相很不一樣 在海鞘剛孵化出來的時候呢 它要在12個小時之內 就在這個海裡面找到它可以附著 變成成成體的這個地方 那如果12個小時之內沒有找到的話 它就死掉了 那當它一旦找到這個附著的地方之後呢 它就會轉換成這個成體的狀態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會把身體面的某些器官給消化掉 那被消化掉的器官是這個 這些部位 那這個就相當於各位 如果摸自己的背後的脊椎骨裡面 包覆著那個骨髓 以及你們頭殼裡面這個大骨 這是它的神經柱 那所以它在幼蟲的時候 需要到處遊動找它的這個永久的居所 那這個時候需要神經系統來阻擋它的身體的活動 那一旦它不需要變成成成體附著在一個固定的 地方的時候它就把它消化掉 那這正好反映出來說 神經系統在對這個生物來講 它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那所以也就有很這個生物學家 還有這個神經科學家 大膽的提出來說 只有會動的生物才需要腦 那我們在座的各位 我們是智人這個人種 那我們的祖宗們是在差不多五十萬年前的 救食器時代開始慢慢演化出來 變成我們現在的這個模樣 那在這整個漫長的這個演化的時程裡面呢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的這個祖宗們他們都是 每天要走八到十六公里 才能夠找到足夠的食物 來餵飽自己跟自己的家人 那我現在問在座的各位 有人這個每天有八到十六公里的運動量 請舉手好不好 我也沒有 好 那這個不意外 我在全省各地問都是這個樣子 那只有極少數 如果今天剛好有那個 那個雙連播的這個慢跑協會的 這個朋友們在這邊的話 剛剛可能就會舉手了 那就是說我們很長的這個 這個漫長的演化時間是這樣子的這個高活動量的情況 那因為在漁業採集的社會裡面 你要動得多跑得快 那才有得吃 而且會比別人更幸福 那轉換到農業社會 差不多是八千年前開始 或是工業社會 差不多是兩百年前開始 我們的這個生活的型態變得很不一樣 可是對於整個演化的這個步驟來講的話 我們的身體其實還沒有跟上 那所以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說 我們帶著一個實際時代的身體 然後在一個現代工業化的社會裡面生活 那它有一個什麼樣的不良的後果呢 是這樣的不良的後果 在蠻長的一段演化時間裡面呢 我們的身體的BMI值 就是你的這個body mass index 如果你把你的這個體重乘以平方 除以自己的這個表面身高的話 可以算出來這個值 那這個值如果小於26或27的話 是一個比較安全的比較健康的狀態 那如果大於26到27的話 你就會有比較高的這個三高的風險 或是有這個肥胖的這樣子的特色 那這個大概是在座有五分之一的這個同胞們 我們是這樣的這個情況 那在這樣的情況就是 持續一段時間之後可能就會是要進入醫院裡面了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是蠻不好的 那但是我們又很難說服一般人 就是說為了你的身體的健康 你要維持一個好的運動習慣 那可是在蠻多的這個文化裡面 特別是亞洲的文化 如果說一件事情可以有利於 他這個學生的學業的成績 或是跟這個智力 或是跟收入有關係的話 好像這樣子的這個事情呢 會比較引起大家的興趣 或是維持這樣的習慣 那所以在這個教育的領域裡面呢 在美國有一個內帕為中央高中 他們差不多在二三十年前 發生這樣的一件事情 就引發了這個教育界 他開始重視比較重視運動的這件事情 那在這個中央高中呢 當時的一個體育室的主任 他因為看到在這個學校裡面的高中生 他們都不太喜歡做運動 那在上體育課的時候也很懶惰 就是當這個足球課 球滾到腳邊旁邊來的時候 他們學生就讓開讓這個球滾 那好像在中 不曉得中大的這個情況怎麼樣 那麼他為了要能夠逆轉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就跟取得校長的這個支持 他發起了一個叫做臨時體育課的計畫 那這個臨時體育課的計畫 的意思不是說零個小時的體育課 而是每天來的這個第一件事情 早自習的時間第0堂課 就來上體育課 那每天都做 那麼而且這個體育課 不是一個隨便任意的體育課 他是要來帶這個心跳的監測器 然後把心跳量傳到手錶上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為了讓這些學生 他們在體育課的過程當中 可以有一定時間的長度 維持他們的心跳 在一個有氧的狀態 那這個有氧狀態的定義是說 220減到他的年紀之後 那乘上65% 那這個心跳量呢 是達到一個有氧狀態的這個 基本的要求的心跳數 那如果維持一段時間的話呢 他會對這個 可以得到這個有氧運動帶來的好處 那麼做了這樣的一個計畫之後 一年之後呢 那這些參加 那志願參加臨時體育課的同學 他們的體能當然都變得 比沒有參加的同學要來的好 這個不意外 因為活動做的多 就自然身體變得比較強壯 可是他們很驚奇的發現呢 在學業成績上面 也看到這些同學是比較進步的 那我們這邊看到的是兩組人 就是有參加臨時體育課藍色 然後沒參加臨時體育課綠色 那縱軸是他們的這個 在閱讀的這個學科上面 他們在一年的前後進步的這個幅度 標準化的分數 所以看到說兩組人 他們的閱讀成績都有進步 表示說他們的英文科老師的 教學是有效果 那可是 比較令體育老師開心的是說 臨時體育課組的 他們進步的程度更大 那這個差不多差到這個 0.5個這個標準分數 在他們的這個標準分數 是滿大的一個差距 那這個不只是在閱讀能力上面看到 另外也在他們的一些這個像數學 自然科學上面的這個成績 看到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得到這樣的這個資訊之後呢 在同一個學區的這個其他的學校 也就近期來仿效他們這樣做 那這樣做的結果呢 除了發現說在治癒方面的這個成績 有提升之外 在其他的這個情緒的管理上 也發現學生是有進步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兩學區裡面呢 兩個這個高中來比較 一個是叫林肯高中 另外是控制組的高中 那麼在2004年到2005年的這段期間 當他們都沒有採用臨時體育課的時候 縱軸是說這個學生累計的這個 留校長漢的天數 那留校長漢應該在這個學校裡面 是一個蠻嚴重的這個跟校規有抵觸的這個情況 然後他們居然可以累積到 全校累積到一千多天 這個美國的這個高中校園 應該是蠻可怕的 好 那在2004年到2005年是這樣的 沒什麼差距 那採取了這個 林肯高中採取了這個 臨時體育課計畫之後呢 在這個年度他們的這個校園違規的事件是 觀察到是392天 那另外一個高中他是不降 或是沒有持平反而是增加1958天 那從這樣子的觀察呢 就看到說 有可能是因為這個 上體育課的關係 使得學生一早來就消耗掉他們 蠻多的體力 那這個 這個 在一天當中之後 就比較沒有精力去挑皮搗蛋 好 那這些 這個 這樣的這個觀察 在教育的環境裡面呢 你可能可以想到一些 其他的因素來解釋 譬如說 這個年度的這個學生 跟這個年度的學生 是不一樣的兩群學生 雖然有新生進來 那可能新進來的同學 比較規矩 或是比較不規矩的那一屆高三 他們已經畢業就離開校園了 那這種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下面 不做任何的干預去看到這個現象 常常就是有其他的解釋的可能性 好 那所以我們需要 控制良好的實驗來達到這個 驗證一個處理介入的方式 是不是有效 那什麼叫控制良好的實驗 譬如說 有一種感冒藥他要拿出來賣 他要取得衛生署的許可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研究 找了一群人讓他們 不是讓他們 就是他們自己本來就感冒發燒 然後他感冒發燒之後呢 吃了他的藥 然後吃藥之後 他症狀消失了 然後藥商就很高興說 你看我們的藥很有效 他就要跟衛生署去拿這個證明來說 許可證來讓他賣 那這時候衛生署是不會給他的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驗證 他們有做到一件事情是 他們有考慮到說 人的這個自己的免疫系統 他有自癒的這個潛力 所以隨著時間過去 即使你不吃藥 你的感冒也是會好的 那除非說你可以證實說 吃了這個藥 比不吃藥的這個好的速度更快 或是這個副作用更小的話 那你才能夠通過這個 這個有效的這個驗證 那這是所謂的一個控制良好的實驗 就是你至少除了這個實驗組 是有吃這個藥之外 另外你要有一個對照組 那這個對照組 他是只是多休息喝水 他沒有吃藥 他只是維他命 像這樣的這個處理 那如果你在這個比較之下發現 吃了這個藥 他症狀消失的這個速度更快 然後這個在統計上有顯著的話 那你這個藥是有效的 那我們在實驗室裡面試圖去做的事情 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希望能夠是至少有實驗組 對照組這樣的比較 然後你能夠把這個介入 就是做運動對於腦力 對於大腦的結構的改變 有好處的這件事情 你能夠比較直接的歸因到 是因為你的實驗處理上面 那這樣子這個實驗呢 最早還是在老鼠身上去做的 那老鼠對於我們人類的貢獻非常的大 因為他們的這個無私的犧牲 所以人類有很多的這個生理上面 醫藥上面這個研究才變得可能 那這邊我們看到的是老鼠的腦 跟人的腦 他們的一個切面 就是這個切面是沿著臉平行的方向 這樣切下來 大概在耳朵的這個位置 這樣切下來的時候 在人腦的這個地方切下來 你可以看到海馬蕙的這個構造 在人的腦一個比較大 所以海馬蕙它被 擠到比較腦的這個底部的這個位置 比較小 那在老鼠身上的話 這個海馬蕙相對於 就比較接近腦的這個表面比較大 那這兩種生物它都有這樣的這個構造 那麼在老鼠身上呢 早期的研究者他們發現就是 當你用不同的方式來刺養這個老鼠的時候 你會觀察到說 他們在腦的結構上面有改變 而且他們的行為表現也不太一樣 所以這兩組老鼠 一組是用這個一般的方式 把他們放在籠子裡面 不做任何特別的處理 那麼另外一組老鼠呢 則是把籠子裡面放入一些玩具 然後最重要是放入一個大混合 那這個大滾就相當於這個老鼠的跑步機 所以這些老鼠呢 就是讓牠們到大滾上面去跑跑跑跑跑 那你可能會想說 哪隻老鼠這麼笨啊 牠為什麼沒事要去上面消耗牠的體力 可是老鼠這種生物也還真的蠻奇怪的 牠們就喜歡跑這個大滾了 而且一個晚上可以跑六到十公米那麼遠 比這個在座各位都還要跑得遠 那當牠們用這種方式養這個老鼠 養了三個月之後呢 來看牠們的這個 就讓牠們捨爆了 然後來看牠們的這個 腦部的切片 那這個腦部的切片在用染色劑 我們剛剛提到一種叫BRBU的這種染色劑 去染出這個腦的切片裡面 新長出來的神經元 那就可以發現這邊偏向紅色跟黃色的這個 染色的部分 就代表說新長出來的這個神經元 那運動主的老鼠呢 就是在海馬茴附近的區域 有更多這樣子新長出來的神經元 那表示說 可能就是因為運動的這件事情呢 使牠們在海馬茴附近 有比較多的這個 比較大的這個可塑性 好 那這個新長出來的神經元呢 對牠們的行為有什麼實際上的影響 那我們怎麼測老鼠的行為 來看牠說牠們這個學習的能力好不好 那這是一個蠻常用的測驗 水迷宮的這個測驗 那所謂的水迷宮呢就是 其實牠就是一個大池子喔 那有點像在這個台灣的比較鄉間 在後院沒有挖泳泳池的話 就放一個塑膠的大池子 然後裡面注滿了水 小朋友可以在裡面這個泡水 就是在裡面這個游很短的距離 那老鼠的話 對牠來說這個池子就蠻大的 那然後裡面注入的水是不透明的 看不到水面下面的這個情況 那在這個老鼠被丟到這個池子裡面的時候 牠會要生存不要逆斃 牠會一直在那邊游游游游游游 那如果牠游到一個地方 牠有一個小平台 牠是看不到 可是牠碰到的話 牠如果學到停在上面 牠就可以喘氣喘一會兒 就休息 那休息一會兒之後 做實驗人再把牠抓起來 丟到別的地方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是 這個 不然接下來影片應該不需要 謝謝 那 這邊就是一個實況 這個老鼠正在做這個水迷工 那剛剛這個白色圓圈的這個平台 牠是看不到的 所以牠在這邊有有有有有 那 牠每次游是 期限是兩分鐘 然後牠去記錄說 這兩分鐘的期限 牠在第幾秒的時候 就是 成功的找到這個平台 停留在上面 那如果兩分鐘 還找不到的話 這個研究者就把牠抓起來 直接放在這個平台上 讓牠強迫牠去學習 那因為這個兩分鐘時間 才太長 這邊是放肥的這個速度 那 這是牠的這個水迷工的初體驗 所以牠中 牠這個兩分鐘的期限 牠都一直沒有找到那個平台在哪裡 所以這個做研究人 牠就也不耐煩地就把牠抓起來 直接放在那個平台上 可是這個老鼠牠那時候還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所以牠還是從這個平台上就跑開了 那這是第一天的這個 第一個嘗試的情況 那牠們就會讓這個老鼠來做 很多天 做五天 然後每天做十次的這個嘗試 那到了比較後面的嘗試的時候 我們現在會看到 這邊牠講 第一個嘗試 逃離的這個時間呢 是兩分鐘 其實就是整個兩分鐘的時間 都沒有逃出去 那當牠到了第五天 第十個嘗試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牠怎麼個表現法 好 那牠就學會了 那很快就直線就 趕快衝到那個平台上面去 是最省力的 那可能這個整個的時間 差不多才幾秒鐘而已 好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 這邊的這個圖 就表現出來牠一個學習的情況 那第一天第一個嘗試 就是牠可能是到處亂游 游很久都還沒找到 所以牠會游比較長的距離 那如果是在第五天的時候 牠會直線就游到這個平台上面 那是一個 這個表現出來牠的學習 所以如果我們在橫軸這裡畫的是 牠每一天 牠平均游出來的這個距離 牠游的這個長度 然後縱軸代表牠游的距離的話 那這邊分成兩組 上面這條線是控制組 也就是剛剛那兩龍老鼠 那個比較沒有去運動的那一組 那下面那個enrich組 就是說牠環境當中有比較多的刺激 而且牠有做那個 那個運動的那一組 那這兩組老鼠呢 在第一天到第三天 牠們上面都標星號 表示說在統計上 牠們游的距離是有顯著的差別的 那一直到了這個第四天 第五天的時候 雖然趨勢上面 還是控制組老鼠游的比較遠 可是那個統計上是沒有差別的 那表示說這個 有運動組的這組老鼠 牠學習的這個能力比較好 牠可以在第一天就靠 有比較短的距離 就找到那個平台在哪裡 那這一個 一方面在行為上表現出來 牠的學習能力比較好 然後另外在牠的這個腦部 又發現在海馬盒 有比較大的這個 有比較多新生的這個神經元 所以今天就找到說 在老鼠身上 這個運動帶來的好處 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為什麼比較常運動的老鼠 那牠們在海馬盒 可以長出比較多的神經元 那這個當然不只是想問 老鼠身上的問題 那也希望能夠回答 在人身上如果 有一樣的現象的話 那人身上有什麼物質 會讓這個海馬盒 因為運動的關係 而長出更多的神經元來 那麼經過這個 那個許多生理的檢驗分析的結果 那研究者就發現 有一種叫BDNF的這個物質 它的這個 中文翻成叫 腦衍生的神經的滋養因子 那 可以算是一種叫做 神經系統的肥料這樣子的這個名稱 那為什麼叫肥料呢 因為如果你把神經元 從腦裡面抓 那個 萃取出來 做一個腦的切片 然後放在培養米裡面 保持它的活性 那這時候 你在一個培養米裡面 如果注入這種 BDNF的這種 蛋白質的 這種生長因子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 培養米裡面的這些 抽取出來的 神經元切片 它開始長出很多新的分支 那長出很多新的突出來 那這個代表說 這種物質它是 有促進這個神經元 生長的這個作用 那麼 如果在 比較運動組的老鼠 跟一般不運動組的老鼠 是在這邊 上下的切片 上面這一張是 運動組老鼠 下面是不運動組老鼠 然後把他們的腦的切片去 注入這個 染色劑 那可以呈現出 就是有BDNF 越多的地方 它這邊會有 紅色跟黃色的這個 量 就是 顏色會越多 那就可以發現說 從圖上面就可以看到說 運動組的老鼠 它會有比較多的 這個BDNF 在海馬圍的這個固境 那如果直接 把它算出 它的這個濃度的這個 統計來的話 那也是一樣 就是 運動組是 左邊這個藍色的吧 然後 就是不運動組是 右邊這個吧 它統計上面是有顯著的 這個BDNF濃度的差別 那麼再來 跟剛剛計程車司機的 那個腦體系一樣的道理 我們把這個老鼠 它每天晚上運動的這個 跑滾輪的距離 再橫走 那縱軸是畫它的這個 BDNF的這個濃度值 會發現就是 運動組 它運動的距離越長 從一公里左右 一直到四公里 這樣的這個距離 那它的這個濃度也會越高 好 運動 運動量越大的老鼠 它的BDNF的這個濃度 就會發現越多 那就越有助於 它的這個神經元的這個生長 那這個也跟它在移工裡面的 這個學習能力 是有正義的相關的 好 那 如果說這個 運動對於神經系統的好處 只在這個老鼠身上發生的話呢 那我剛剛就不用花這些時間 跟大家講這些 因為它只對老鼠有效 那可是在後續的這個 老鼠身上的實驗做過之後呢 換到人身上去做呢 也發現許多在行為上面 以及在腦部的結構功能上面的證據 那知道說 運動它會促進我們的這個 認知能力的表現 以及改變腦的結構 那所以這邊我會講幾個 在年輕人身上 在老年人身上 然後在小朋友身上 都看到這樣的現象 所以在年輕人身上 所謂年輕人就是大學生 因為這個 做心理學研究的人 通常我們在學校裡面找事務者 就是找這個大學生來 他們來做研究 那所以差不多是20歲到 這個25歲之間的 這樣的年紀的族群 那麼找他們來做什麼事情呢 那這邊的這個例子 舉的是一個叫做 旁測辨識作業 那它是用來測驗 一個叫做中央執行功能的 這樣的能力 那這個名詞 這樣講是蠻陌生的 我們來看實際上 這個做實驗的受試者 他做什麼事情 所以他的工作 來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他就是要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他要盯著螢幕正中央看 那如果是這個時候螢幕上 他會出現這樣 小小大小小這樣的這個字 那他的工作是盯著正中央的這個字 如果中間的這個字 他出現的是一個大字的話 那他就按滑鼠的左鍵 那如果出現的是一個小字的話 他就按滑鼠的右鍵 那所以有這些不同的情況 有時候是中間的這個字 跟旁邊的字是不一樣的 那有時候是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情況呢 還很困難的是說 雖然你看到大的時候要按左鍵 可是旁邊出現的是會 要你按右鍵的這個小字 所以是互相衝突的 互相衝突的這個情況 那這種互相衝突的情況下呢 這個人他要做的事情 是要努力的去壓抑自己 對旁邊的這些不相干的刺激 才要做反應的這個傾向 那這時候他克服了 他才能夠順利的按下這個左鍵 所以像頭上是大 大 那在這個衝突的情況下 做反應的速度 比起在下面 最下面這個情況下 做反應的速度 應該會比較快 還是比較慢 如果要克服這個衝突的話 應該會比較慢 對不對 因為這邊他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他要先壓抑要對旁邊這個小 他想要反應的這個衝動 才能夠對這個大做出反應 那這樣子一個 抑制不相干的訊息的 這個處理的能力呢 主要是在我們的額頁裡面 在負責做 所以如果 通常這個作業 你找小朋友 找成人 找老人來比的話 成人像 各位同學你們在 可以做出來這個成績 會做得比我好 那這個是沒辦法 這是一個生理上面的這個 一個結構的這個限制 那如果比較 這個情況下面的 這個反應時間 一個控制 這種意識控制能力 越好的人呢 他就能夠 越快做出這個反應來 那所以 這個衝突的情況 跟沒有衝突的情況 他們的這個 反應的速度的差異呢 在控制能力 比較好的上 會比較小 那在一個控制能力 比較不好的人身上 他就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來做這個問題的這個 反應 所以他就要 這兩個情況的 反應時間的差距 就會比較大 那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評估一個人 他的這個 額頁的功能 好不好 他意識控制的這個 功能好不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作業 來做測驗下面呢 有這個研究者 他們做了這樣的一件事情 他們找來四群人 那是這個 四群大學生 那當然都已經先平衡過 就是說四組人在做實驗之前 是沒有任何顯著的差異 但是他們進入的這個情況呢 是不一樣的情況 這四組有一組是休息組 就是他們進入實驗室 30分鐘的期間 他只是坐在那邊 可能發呆 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然後另外有一組人 是來做這個 馬力兄弟的這個 一種遊戲 他好像是 我看 我上網路去找 那個遊戲是開車的一個遊戲 就兩個人互相競爭的 那他玩30分鐘的這個遊戲 那再來一組是 在跑步機上面 跑30分鐘 所以 如果你去自願參加 我們所的實驗的話 你先問清楚說 這個實驗包含什麼操弄 不然你可能會進入到 我的實驗室 要來跑30分鐘的 那這個付的錢流比較多 好 那還有一組呢 是在玩這個WeFit WeFit是 可能有些人有玩過 他有一個那個平衡的那個平台 站在上面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動作 然後用他這個WeFit 這個 任天堂這個軟體 可以用他來做運動 所以這四組人呢 他們在經歷了這一個 這個 這些四種不同的情境之後呢 那比較他們的這個 就是 不一致的情況 跟一致的情況之間的這個 差距的這個分數 那就有發現就是 呃 這裡面有顯著差異的是 呃 如果是 休息組跟 玩馬力兄弟組 他們的這個 呃 兩個情況的差距 都比這個 呃 跑步組的要來的大 那 我們剛剛看到 上面的這個作業在解釋 就是知道說 呃 這兩個衝突跟不衝突的情況 如果差距越小的話 表示這個人 他的這個意識控制能力越好 那當他 在實驗之前是沒有 在做這個 四個情況的操縱之前 是沒有差別 可是一旦操縱之後 就發現這樣的差距 表示說 呃 當他有 做跑步的這樣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比起做其他的活動來講 對他的這個 意識功能的這個促進 是比較有幫助 那 另外在趨勢上面 如果是玩WeFit的話 他似乎 也比其他兩個情況要來的好 但是 呃 他跟這個 統計上面是沒有顯著的這個差別 好 所以在大學生身上 他看到在行為上的這種 因為單一次的這個運動 就造成他的這個 控制能力變得比較好 那另外 同樣的實驗 進行的時候 我們也去 不是我們就是這個研究者 他也去記錄他的這個 頭殼上面 腦電波的這個活動的情況 試圖來 知道說 腦部的活動是怎麼個改變 能夠對應到他的行為上面 這樣的變化 那結果就發現 他在記錄腦波的時候呢 他可以整理出來說 在頭殼上面哪一個部位 可以看到這個活動比較強 或是比較弱 那麼 這個變化 在這四個不同情況的收集者 來比較的時候 就發現 在 頭殼的這個正中央的這個區域呢 他記錄到了這個電場的變化 那是 這四組有什麼差別 那差別最大的是在這個 跑步組 那跟這個 休息組 他之間有一個統計上面顯著的這個差異 那表示說 因為這個 跑步的這個訓練的這個關 這介入的這個關係 使得 這一組人呢 他在 中央的這個部位呢 他有比較強的這個 腦部的這個 腦部的這個活動 那可能也是因為 這個活動的這個改變呢 使得他在控制的這個能力上 變得比較好 那比起其他組的人 特別是比休息組的人 說都還要來得更好一些 好 所以這在大學生身上已經看到說 一次的運動就有這樣正面的影響 那在小朋友身上呢 也看到類似這樣的這個好處 所以這個 這個研究是在過重的這個兒童上面去做 有氧運動的訓練 那 這個訓練 這個研究蠻難做的 因為他要持續蠻長的一段期間 大概總共是這個 13加減1.6週 差不多是三個多月的這個期間 那 他們安排的就是 這些學生 這些小朋友呢 他們 在每個上課日 放學之後來進行這個 運動的這個訓練 那 他們還操弄這個運動量 分成兩組 有一組是這個低運動量 就是做這種訓練 心跳維持在150下以上 這樣的這個情況 要維持20分鐘的時間 那另外一組是維持要40分鐘的時間 然後比較這個前側跟後側的一些 認知能力 智力啊 還有這個 他們一些電腦測驗上面的這個改變 然後他們的一個對照組就是說 沒有特別的這個介入 就是 只是 去測量他們在 同樣的期間的前跟後的這樣的 這個 差異而已 好 那在這一個研究裡面 他們的這個 結果是發現 他們用這個 執行功能的測驗 那就類似我們剛剛提到這種 抗測意志作業的這個 這樣的這個 測量的方式 然後另外去看他們這個 數學的成績 那麼 結果發現呢 在前後側的這個差異上面 那這邊的差異的這個值 是 縱軸的這個值 就是這個bar 越高的話 表示說 前後側的改變越大 正向的影響 運動造成的這個好處越大 那 黑色的這個bar 代表是 它的執行功能上面的表現 是這個 控制組小於這個 低運動量組 然後小於高運動量組 所以說運動做的越多 在執行功能上面的促進的效果 看到的是越好 那 在數學成績上 也看到這樣的趨勢 就是運動量越高的 它也是這個 數學成績的這個改善 改善的幅度越大 那麼 然後同時 除了測量他們在 數學成績在執行功能上面的 變化之外呢 也去記錄他們在 這個腦部的活動 有什麼樣的這個差別 那這是在 核磁功能罩裡面 去掃描去取得的 那麼在這個 腦部被掃描的時候呢 這些小朋友他們要做一個作業 是 他們盯著這個螢幕正中央看 然後 如果旁邊有出現一個亮點的時候呢 他的眼睛不能夠去看那個亮點 他要朝反方向去移動他的眼睛 那這是另外一種去 測量一個人他的這個 控制能力的這個方式 因為 當我們在黑暗當中 盯著正前方看的時候 如果環境當中有出現任何一個亮點的話 其實我們自然的傾向 眼睛會不由自主的被吸引過去 但是他們被要求說 要去控制他們的眼睛 不能夠去 反射式的去盯那個 突然出現的亮點 而是要去朝反方向移動 所以這需要動用一些 在額頁以及在頂頁的一些 控制的網路 那所以這是在這個 這邊看到這樣子 這個活動的這個區域 然後如果去看這些區域 所以在前側跟後側的時候呢 他們活動量的差別 然後他們把這個 運動組的兩組 因為低運動量組跟高運動量組 在這個測量上面沒有差別 所以他們把它鵝定起來 然後去跟不做任何運動 控制組去做比較 那就是發現 在這個雙側的額頁的這個位置呢 呈現出來在活動量上面 運動組是比較提升的 然後在這個頂頁的這個地方呢 他們這個活動量是比較下降的 所以整個腦部的這個活動的特性 做了一個調整 使得他們在這個 執行功能上面的表現 變得比較好 然後活動量 呈現出這樣的這個變化來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說 這個運動訓練 對於這些兒童 他們腦部跟行為的這個 調整上面都呈現出效果 那再來我們看一個 剛剛已經看到過成年人 然後看到兒童 他們現在看老年人的這個研究 那這個研究是我們 我們所然後跟這個 體育室 楊老師他們一起合作 做出來的這個結果 那在這個program裡面 我們是讓一群老年人 他們去參加一個 日行一萬步的這樣的一個program 那這個日行一萬步就是 他們身上要帶著技步器 然後如果每天都走到一萬步的話呢 他們可以得到一些獎勵 那所以在這個program 六個月的期間 這個圖裡面看到說 這些上面這條線是 有達到在這個實驗組 這個要求的老年人 他們要達到每天一萬步這樣的 這個情況 所以他們比另外一組 控制組 就是一般沒有鼓勵他提高到 這麼高活動量的老人 那同樣帶著這個技步器 可是他記錄到的步數是比較少的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 六個月時間都有很顯著的差別 那麼 這些老年人呢 我們去掃描他們的這個 腦部的時候呢 那在這個掃描器裡面 也做一個像剛剛我們看到的 這些執行功能的作業 然後去看他們的這個 活動的這個情況 在六個月一開始的時候 我去掃描他們的腦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在做這個作業的時候 他動用到的腦區其實蠻少的 就在這個額葉的這個 這應該是一個 右側的額葉的一個區域 那可是經過六個月之後 那這些老年人 他們在做同樣的作業的時候 整個腦部活化的情況 變得比較提升 就可以看到這些 這個活動的這個區域 包含在額葉 然後在額葉 以及在視覺區 都有比較高的這個活動量 那這個活動的情況呢 如果我們找來的 我們另外找了一群年輕人 來看他們腦部的活動 那是下面這一組年輕人 那他們是並沒有做訓練 就是像各位同學一樣的這個年輕人 那在做同樣的作業的時候 也會引發在這個額葉 然後在額葉 雙側的額葉 以及在這個視覺區的一些活動 然後 活動的這個程度 這邊如果是黃色的話 就表示活動量比較高 那如果是橘色的話 活動量比較低的 那我們看到是 老年人跟年輕人比起來 他們在參加這個六個月的走路的這個 program 之後呢 他們的腦部的活動 變得比較像年輕人的活動 雖然他活動量 還是比不上年輕人 這麼高的這個活動量 可是 表示說 因為這個活動量的提升 使得他們整個腦部的網路 活動的方式 變得比較像年輕人 那不只是在這種活動量的這個 腦部的活動上面看到 在結構上呢 也有其他的研究指出 比如在老年人身上 這種大於65歲以上的老年人 那他們 這些研究者 他們找來做這個 有氧運動訓練 那一組是 實驗組是有氧運動訓練 那另外一組 控制組 他是做這個 只是拉拉筋 沒有很這個 大量的這個體力的活動 那比較他們在這個訓練 三個月前後的這個 腦部的結構的差別 那結果發現呢 做這個 有氧運動的這個老人 他們的 在腦中的灰質跟白質的區 都可以看到 比一般的這個 生產運動的老年人 他們增加更多的這個體積 所以在這邊看到 黃色的部位呢 是在這個白質 就是神經纖維的這個部位 它有對應 比較增加比較多的體積 那 藍色的部位是 灰質的這個區域 那他們都比較集中在腦的 這個前半部 就是在 額葉的這些區域上面 可以看到 這個 有氧運動造成的這個影響 那這些 這些增加體積呢 也跟他們在 我們剛剛提到 這些執行功能 作業上面的表現 是有正相關的 好 所以 在三個不同的年齡層上面 你都看到說 有這個實驗的證據 告訴我們這個 運動帶來的好處 那 我這邊只是 挑選出來 那個幾個研究 代表性的異位講而已 如果你到 Google上面去找的話 大概可以找 幾千個這個研究 都是 不管是相關的 或是這個實驗的這種 有因果關係的研究也好 可以找到蠻多的這個 支持的證據 好 那麼為什麼運動它對大腦 有這樣的好處呢 它為什麼可以促進大腦的可塑性 那原因是 可以分成 短期的因素 跟 長期的因素 來比較 那在短期的這個因素上面呢 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會促進 許多神經傳導物的分泌 包含血清素 正身上腺素 還有多巴胺 那這些神經傳導物質呢 跟我們的行為 各方面行為 有很密切的關係 像是這個 血清素 是跟情緒的調控有關 憂鬱症的病人 通常是 測量他們在這個 神經系統當中的 血清素的濃度 發現是比較低的 所以一些 抗憂鬱症的藥物 像是白憂菌 這些藥物 都是試圖在 提升這個 血清素的濃度 或是延長 它在神經系統當中 作用的時間 但是 一個憂鬱症的人 他可以不需要 吃那麼多的藥 他透過運動 他也可以有 類似的好處 所以他可以 運動之後 吃比較少的這個 白憂菌 他就可以得到 心情又會變得比較好的 這樣的效果 然後另外像是這個 症上腺素 它跟記憶的形成 跟注意的控制有關係 然後多巴胺是跟 這個新的 這個行為的 這個學習 有關係 那這些都可以透過 運動的這個 影響 來在短期之內 就造成 你有好的一個效果 那所以這可能也是 我們剛剛看到 在大學生身上 一次的這種 跑步進行運動 就看到他在這個 抑制的這種功能上面 進步了這個原因 那麼在長期來講 也就是說 我們還看到 腦部的結構的改變 那這個是需要 一段時間 你沒有辦法 靠一次的運動 就看到這個 灰質跟白質的體積增加 那這個要累積 三個月到六個月 甚至一年的時間 才可以看到 這麼明顯的差別 那這個作用的因素 是因為 有這些 荷爾蒙跟蛋白質 在作用 他們也是因為 這個運動的關係 會促進他們的這個分泌 那所以像是BDNF剛剛講過 然後這個第一型類 胰島素生長因子 它是跟BDNF一起作用 會加速它的這個變化 然後血管內提生長因子 它會促進微血管的這個生長 讓你的這個 血液的供給變得更全面 更可以讓這個 每個神經元都更快的 得到他們所需要的這個資源 那還有這個 這個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 它會讓新長出來的神經元 它的這個結構 裡面長的一些神經纖維 更健康 可以支持那個神經元的形狀 讓它的這個功能運作 更順暢 那所以 這個整個系統的這個 可塑性呢 這邊是一個圖示 就是說 你透過運動的關係 使得這整個新圖樹 生長出來 彼此溝通訊息的過程 會加速它 然後讓你的這個 血液當中 腦中的這個血管的網路 分泌 分布更密集 所以這個是 把這個 腦中的一些組織都拿掉 只留下血管 看到的這個模樣 你看到整個腦幾乎都布滿了血管 放大30萬倍 看到更細的血管這樣 所以幾乎在每個神經元旁邊 都有微血管來供應它 所需要的這個東西 那 看到這麼多運動的好處 我們來回想 反省一下 無日三省無身 這個 我們的休閒活動是什麼呢 這個叫什麼 Couch Potato 對 而且 Couch Potato 還吃很多的這個 Potato Chips 垃圾食物 那 你可以 把這個 自己是一個Couch Potato 的這個 原因的歸咎於你的祖宗 因為我們 舊食器時代的人類啊 他必須 他能夠 找到食物的機會比較低 而且 食物單位盤的這個能量比較小 所以他 一找到好吃的東西 他就要盡量吃吃很多 那 所以 這個是 還在我們的這個基因裡面 那 但是 照現在的這個社會裡面呢 這個環境已經不一樣了 那特別像是在台灣 我們其實 隨時隨地都可以買到 Lire Food跟Seven還有全家 到處都是 你可以很容易買到食物吃 而且 食物單位 含的這個能量 是非常高的 你不需要吃這麼多 你就可以得到 足夠支持自己的 這個 一天的生活所需的能量 那可是你的這個基因 還沒跟上 所以 就不能夠怪你自己 不是 不是你願意的是 你的基因造成的 好 那 我們的這個國民健康局 對這樣的現象呢 就很 很關切 因為 當各位的身體 不好的時候呢 那造成整體國家的這個 在健保上面的支出 就會越來越多 那 所以 為了要促進大家 這個運動的習慣 那你要建立一個標準 幫助各位來判斷說 什麼樣的活動量 是足夠的活動量 好 那所以 他們 國民健康局委託這個 陽明大學的劉引梅教授 他們做了一個 研究 把這個運動做分類 那大概可以分成 中等肺力活動 然後肺力活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比較吃力 跟比較不吃力的動 那還有不肺力活動 不肺力活動就是 剛剛看電視的那個活動 或現在各位做的事情 就是不肺力活動 好 那 還可以更精確的來分類的話 就是把這些具體的這個項目 可以分成 就是 他們要耗去 不同程度的這個能量 那這個叫做代謝當量 那一個代謝當量就是 坐著一個 坐著一分鐘 什麼事情都不做 你要消耗掉這個基礎 那個 身體的這個能量 那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說 你平常做這些事情 那做多少分鐘 那你可以算出來說 你在一天或是一週當中 消耗了多少這個代謝當量 那麼 什麼樣叫做 一個人的這個活動量足夠呢 以剛剛的那些標準來看的話 大概是 可以這樣分 那我想 如果你比較細的去看這個表 去歸類 計算自己的這個代謝當量的話 你要達到每週 六百個代謝當量 那這樣算是一個活動量足夠 這是一個 最少最少的這個要求 那相當於你坐在電視機前面 看十個小時的電視 消耗掉的能量 所以不如 不如來做運動 以剛剛的 前面這些投影片上面所講的 活動量足夠的標準 來 訪問台灣地區的成年人 那是董事經濟會在三年前做的 他打電話去做電話訪談 然後請他們說 判斷一下 根據我們這個公民健康局的標準 閣下這個活動量夠不夠啊 那如果說 達不夠的這個比例來排行的話 這是台灣地區 雲佳南是排第一名說自己運動量不夠 然後往下排排到以化東第三名 那反過來覺得自己活動量足夠的這個比例的排行呢 第一名的是台北市 然後再來高頻孔跟這個雲佳南逃索鳥 那這邊就有一個蠻吊詭的這個數據 對不對 為什麼台北市的人他們的活量是足夠的呢 他們不是有很多的這個捷運啊 大眾交通系統 那 其實到哪裡去都不太需要走路嗎 所以 這是一個蠻令人好奇的原因 那所以 我想要幾個很容易解釋啊 那譬如說第一個是說 台北市人他們有比較多的這個運動資源 譬如說 在各個行政區他們都很大型的這個 體育中心 耗資數億元 蓋了 那 表示出他們有很多的這個經費來組織 這種民間一般的這種社群的運動的這種活動 那這可能是一個原因 資源比較多 那再來一個原因可能就是他們 電話訪談的人在台北市的他們自我感覺比較良好 天龍國的人都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不過不論如何整個台灣的平均來講的話 高活動量的比率是24% 然後 國際的平均是43% 低活動量平均是38% 國際平均是17% 所以 台灣人就是一個很不愛運動的民族 跟這個 別的這個國家比起來 然後大人是這個樣子 對小孩來說也有一樣的這個不好的影響 那這個是我99年的時候 在那個民間國小 去那邊演講 然後拍他們的小朋友 在下課10分鐘的時候 就很高興的 一群小朋友衝到操場上 然後就開始丟球 這邊他們在 一個球在上面 都在這裡 然後他們在看著他 然後玩得正高興的時候 就是開始流汗 然後笑得很開心的時候 就 然後就10分鐘就到 然後就要回教室裡面去上課 然後看到他們就很依依不捨的 就還想要再玩 可是 就是已經要回教室去了 那所以就很多老師在 推薦他們說 要讓小朋友有更多的體育課時間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那他們每天下課10分鐘 有很多次下課 那這樣加起來的時間 難道還不夠嗎 那可是如果以這個 我們剛剛看到說這種流氧運動 會得到好處的標準來看的話 還真的是不太夠 原因是因為 有氧運動的這個定義呢 它是以最大心跳率的 百分之65到75 然後持續30分鐘以上 有這樣子的這個運動的條件呢 你才能夠看到我們剛剛提的這些 因為運動帶來好處的這樣的效果 那所以最大心跳率就是220 然後減掉自己的年紀之後 那就是你的理論上面 可以達到最大心跳率 那以這個方式去計算 你就知道說 你要達到氧運動的話 你的心跳要到多少下 那麼達到這樣的狀態的時候呢 你會消耗很多的氧 然後你的這個 整個時間會比較長 運動量比較大一點 那你要怎麼知道自己的心跳率呢 其實也很簡單 你不用任何太fancy的這個器材 你知道按著自己的這個手腕 脈搏上面去數個5秒鐘 然後看數出來次數再乘12下 就是你的這個 現在的這個脈搏數 那如果你要比較high-tech一點的話 你就是去買一個那個心跳表 像剛剛在圖片裡看到 要綁一個這個心跳胸帶 然後手上戴一個表 或是直接戴在手上面 夾你的手腕夾到筋頸 他會去偵測出你的脈搏來 那現在這樣的東西其實也不太貴 可能在這個pchome上面 24小時的那種購物網站 你可能花個一兩千塊可以買得到 那所以 以一個運動對於大腦 對於認知能力的好處的 這樣子的這個 已經有的研究來講的話呢 我們推薦的是說 你可以去達到這個 這個有氧運動的狀態 然後每次是30分鐘 然後每週至少是做三次 然後次數其實是越多 越好 在不造成你的運動傷害的這個情況下 你能夠動得越多 其實對你的好處是越大的 那麼 這樣做之後呢 它會改善你整體的這個大腦 或是你的身體循環的狀態 使得你的整個系統的運作變得比較有效率 然後會讓你的可塑性變得比較大 但是光有可塑性還是不夠 你要去用它 那怎麼用它呢 你就是要做一些比較動腦力的這個活動 包含在 如果是運動的話呢 你可以去做一些比較要求技巧性的這種 身體協調性的這個活動 或是需要人際互動 協調的這個 要跟別人 譬如說打球 你要去知道說你的對手 籃球你要知道你那個對手要往哪裡移動 你要去攔截它去封網 籃球沒有封網 籃球是那個火鍋 那如果是排球的話你要去封網 像這些或是打網球 你要預測這個球的這個來向 對手的意圖 那這些你就會動用到 透過游泳運動所增強的這個可塑性 就是讓你的這個這些能力上鍛鍊的更好 那或者是你就在運動 游泳運動之後去做一些跟認知能力有關的 就像是去背單字啊 或是訓練自己的這個注意力 現在網路上可以下載很多的這種 腦力鍛鍊的軟體 就是當你做了這個游泳運動之後 再來做這些事情 那可以受到更好的這個效果 那如果你覺得說自己的運動的這種 習慣沒有辦法持續的話呢 那在網路上其實有蠻多的 這個社群喔 像我自己是會跑慢跑 因為常常要做這種運動的這個影響 如果挺著一個鮪魚肚來的話 沒有什麼說服力 所以我就兩年前我就開始有這個 培養自己長跑的習慣 要成立主任的這個鼓勵 那所以像網路上 如果你有這個手機上面有這種 記載你每天跑多少的這個里程 這樣的軟體的話 你還可以把你慢跑的這個資料 上傳到一個 像這個是一個 國內最大的一個馬拉松的這個網站 那裡面就有數千個人 已經在上面是會員 那你可以跟他們 互相交流你慢跑的經驗 或是有任何的這個問題 可以在上面提問 那他們幫你做排行 就是你這一週你跑的這個速度 或是你跑的這個距離呢 在這數千人當中也是排名第幾名 然後你跑一跑你還可以幾點得到獎勵 那這個幾點是蠻虛擬的 因為它不是真的發錢給你 而是譬如說這是Nike的一個網站上面 如果你跑到一定的距離的話 它會給你一個獎盃 是圖的獎盃 那或者是像這樣的一個不同的小圖形 那你可以去跟別人比較說 你有收集到多少個小圖形 那這個想起來有點愚蠢 那可是有點像是小朋友 他們會收集畫色上面的這種貼圖的這種感覺 可是你可以試試看 在做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自己還蠻想要這些小東西的 好 那我剛剛提到的這些運動的好處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詳細的這個資訊的話 有一本淺顯易懂的這個科普的書籍 叫運動改造大名 那它提到這些不同的這個層面 包含運動對抗壓力啊 對抗焦慮 對抗注意力不足這些 這些老化還有更年期的這些困擾 其實運動都可以帶來很大的好處 那這本書除了 以淺顯的方式告訴各位這些好處之外呢 它也列舉了這些好處 它所研究上面的證據 在書的最後面 所以如果要去說服你的家人 或說服你的學生的話 其實是蠻好的一個資源 那最後呢 這是柏拉圖說的話 不是我說的 所以為了讓人類能夠達到成功的生活的狀態 所以有兩種可能的管道 一種呢是教育 一種是運動 那教育這個部分 在台灣我們都做的非常多了 教改改了很多年 那 不想的是越改越好還是越改越不好 不過總之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可是 在運動方面的努力 我們是做的很少 那所以 這兩個層面都是需要的 才可以讓我們這個 人生的這個發展達到完美的狀態 那所以就希望在座各位 如果你還沒有一個規律的運動習慣的話 請你今天回去就開始規劃一下 然後找相關的這個資源 來這個學習 然後來培養自己運動的習慣 讓你可以達到這個完美的這個狀態 那我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想請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海馬回的工程 因為海馬回它就是處理 訊息的訊息吧 然後從短期記憶轉換成長期記憶 那請問現在那個長期記憶 到底存在大稿執行了哪裡 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 剛剛您 有提到過動兒童的研究嘛 那有看到它的前額液的那個 有變比較活躍 然後再給它充製力就比較強嘛 那另外旁邊的圖是它的 後頂液反而是下降的 那那個在功能上面 我們要怎麼解釋呢 謝謝 第一個問題是 關於它的這個海馬回 它從短期記憶轉成長期記憶之後 長期記憶跑到腦的哪個部位去了 那目前我們知道的證據是 它跑到腦的所有的部位去 那就是 決定的因素是說 你這個記憶的來源是 什麼樣的特性 如果是視覺的話 那它的長期記憶就是在視覺區 如果是聽覺就在聽覺區 那其他的感官知覺 就在其他的感官區 或是在運動區域 那所以我們的這個大腦對於這個 它的這個裡面的神經細胞 它的資源的運用 其實是蠻有效率的 它用來處理這個訊息 本來的那個區域 它用來儲存對這個訊息的這個記憶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的這個回答 那再來就是說 在那個過重 不是過重 是過重兒童他們的這個 這個腦部的功能上面 為什麼是呈現出來 是在這個額葉的部分是 提升運動的關係 提升它的活動 那這個可能可以解釋 它在這個抑制能力上面的這個進步 那在這個頂葉的部分 是反而是它的這個能力 它的那個活動量是下降 那這個部分確實比較難解釋 那在腦的活動的改變量上面 去解釋它的時候 有兩種這個解釋的方向 一種是說 你活動量越增加的話 表示說那個地方的功能 越活躍 所以你可以效能越好 那但是 你還可以反過來講 就是說 當它的功能下降的時候 那表示說 那個地方它處理的 越有效率 那所以 你不需要動用到那麼多 它就可以做得很好 那當然這兩個方向 變成說 你怎麼樣都可以解釋了 然後這個好像 同時兩個互相衝突的這個現象 同時存在於 同樣的一群人身上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這個 我在這邊 沒有辦法做很好的解釋 那我想這個研究 它需要做後續的研究 是去看說 在一般人的這個身上 如果你去看 它在做這樣的一個 抑制功能的作業的時候 它原始的情況是 是不是就呈現出來 是一個 額葉它就需要 動用比較多的這個區域 然後在頂葉 它本來就是 動用的越少的話 它的這個功能就越好 這個情況 那這個部分的資料 我現在沒有辦法回答 教授你好 我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運動的那個時間 比如說跑步好了 那有沒有說是 比如說白天跑會比較好 或是晚上跑比較好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想說 就是 像剛剛說的運動 主要都是想說 有氧運動 那如果說一些無氧 比如說是 重量訓練之類的話 是不是也會 有 對腦部也是有幫助這樣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都是很實際的問題 我們在這個 要從事建立運動習慣的時候 要考慮到自己的一些 生活的這個習慣 你可以怎樣去搭配 那一般來講的話 推薦是在 一天的一開始就去運動 那它造成的效果會比較好 原因是因為 在一天的一開始就運動的話 它所產生的這些 神經傳導物以及這個蛋白質 它可以在 後續你一天當中 從事其他活動的時候 被它利用 那這也是臨時體育課計畫 它會看到滿好的效果的關係 那可是 對一般人來說 特別是上班族 可能一天很早 起床去做運動不太可能 通常是晚上回來之後 才去做運動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 你只要活動量 比這個 有運動 總是比做任何運動要好 那如果說 你在晚上去做運動 不會讓你睡不著的話 因為你當你 晚上去做運動的話 你代謝量提高之後 可能比較難入睡 但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問題的話 其實晚上做運動也沒有關係 那 再來另外一個問題是那個 抱歉我有點忘記了 重量訓練 重量訓練是不是有好處 目前文獻上面看到 做比較多的研究 是在有氧運動上面 原因是因為 它比較容易去 有一些指標 比較容易測量 那重量訓練的研究 也有在進行 然後也有看到 它對於認知能力的好處 以及它對於腦部的影響 但是這樣的研究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們可以講話講得比較大聲 運動的好處是來自於 有氧的證據 那不過因為 有氧運動這樣的型態 對於 年紀太大的人的話 他可能要達到 靠跑步 或是騎這個自行車 達到氧的狀態是比較困難 所以他也可以去做這種 resistance 就主抗型的這種 重量的訓練 那他一樣能夠達到 就是說增加你的這個血管 他一樣會耗氧 而且會增加你的血管的這個生長 是有這樣的證據 那另外還有一類的運動 是那種比較技巧性的這個運動 那這個研究做的就更少了 但是晚進也有看到一些證據 是他會 就是說他 像技巧性的運動就是說 你不太需要很 費很大的力氣 或是不需要跑很快 但是你需要很多協調的技巧 那他也是可以看到一些這個效果 那這些研究還 他直接在進行這樣 那個老年睡呆症 或是那個阿茲海默症 是 然後他們有那個 喪失方向感 還有記憶的這方面的問題 是 那是不是有 有一個研究顯示說 那個他們的海馬回是 失去功能的 是 有沒有這樣的 這個 剛剛提到兩種症狀 一種是 阿茲默症 然後另外一種是 帕金森氏症 那這個 阿茲默症 它 損害的這個區域 是蠻全面性的 整個腦幾乎都受到傷害 那最早開始 是出現徵兆 是在海馬回附近的這個區域 那在那邊的神經元 可以觀察到許多的這個 有點像蛋白質的這種 代謝的肺物的成績 那可能那些成績物有毒性 所以使得那個神經元 周圍的神經元 就逐漸壞死了 那帕金森氏症 它的病因 跟那個 阿茲默症是不一樣的 那它主要是一個 運動系統的這個疾病 那麼它在我們的這個 腦部的這個皮層下面 有一個結構叫基底核 那裡面有很多 分泌多巴胺的這個神經元 那這個 帕金森氏症 是那些多巴胺的神經元 分泌的這個 神經元壞死了 所以它變成說 造成這個 這個人沒有辦法 開始一個自主的這個運動 那所以你看到 帕金森氏的病人呢 他們 一方面他們身體的 肌肉的張力 不正常 所以很多都是很嚴重的駝背 然後他在走路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 這個正常的走路 他是慢慢的 一步一步 碎步的前進 因為他 要開始的一步都很困難 那 這樣的這個病人呢 他通常是 如果是阿茲默症的病人的話 會給他吃的是一些 對抗這些蛋白質層積的藥物 或是給他們補充很多的 這個 以西膽檢這種神經傳導物 那 對於他們的這個 記憶的損傷 有一定的補償效 那 如果是帕金森氏的病人的話呢 早期會給他們吃服用藥物 就是那個 吃 因為多巴胺的神經很壞死 就給他們吃多巴胺的前導物 這種藥物 然後進入他們的這個 然後裡面變成多巴胺 那就可以促進他們這個 運動的這個能力的恢復 但是這種藥吃太多的話 會 有副作用 會造成精神分裂症 因為這個 多巴胺它是一個 興奮性的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所以吃進去之後 它整個腦都作用的結果 讓你所有的區都開始活動 那 這個 不自主的這種 開始活動 視覺區就造成幻視 聽覺區就造成幻聽 那所以現在比較新的技術 是在這個 肌體核裡面 插那個電極進去 那 一個可以 無限控制的 就無限的方式 用開關啟動的這種電極 自動去刺激它的這個 肌體核 那這個也是一個 有效的治療的方式 那它不靠吃 吃那麼多藥 就可以改善它的症狀 老師我想問一下就是 有一些 可能三鐵 或馬拉松長跑的愛好 愛好的這種運動者 然後他們有時候都會說就是 他們好像會運動上癮 就是可能一天不跑 他們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或腳會癢 那這樣子是 是真的嗎 還是 就是運動真的會上癮嗎 然後還是是 只是他們想要跑 他們就是 說出這樣子的話 我自己沒有這樣的體驗 因為我可能運動還沒有到那個地步 但確實是有些人是會這樣 因為它如果運動量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在運動過程當中 它多分泌出來這些 多巴胺神經小孩的濃度 它就習慣那樣的濃度了 那如果說 它一旦脫離那樣狀態的時候 它可能會不太習慣 所以應該是有一些生理上的原因 使得它覺得說它不動會不舒服 今天楊老師沒有來 所以我抱一個 它跟它有關的料 小山老師有沒有任何學生 是小山老師的 上過小山老師的 我們學校 那小山老師應該就是運動上癮 因為他們去什麼 橫渡日月潭 然後就很累很累有沒有 然後他們一回到家裡 那兩個孩子累翻 然後楊老師也累掛了 結果我們沈老師就衝去運動 所以我的東西 心裡就啪啦 就丟在地上 然後自己就衝去運動 因為他一天不運動 他很痛苦 所以我猜應該有 好 不好意思 老師好 我想問就是 運動有助於學習 但是我剛剛看的那些研究都是 可能今天運動 然後接下來是上課 就是運動跟學習的 是同時的 那有沒有就是 如果把學習這段 這段時間渠道就是 假如你今天只有運動 然後可能這種狀態 可能維持了一段時間 然後這段時間都是沒有學習狀態 然後接下來再做 運動跟學習 就是一起 就是因為他剛剛說 運動有助於學習 但如果我想說 可能是因為你 運動跟學習是一起的 那這樣的話就變成是 學習也是有刺激到腦子的 那個學習方面的 那如果把那個學習扣掉的話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運動真的 就會有助於學習這樣 就是學習如果 不跟運動同時發生 而是在事後試圖讓它發生的話 會不會有效 對 我在想 因為你整體的 腦部的這個 運作狀態得到改善 所以它應該還是會比 你不做任何運動的時候 要來得好 但是那個效果沒有說 你馬上運動完之後 然後利用它的這個可塑性 最強的一段時間 去做這個 學習這件事情 它的效果還是會比較不好 對 所以 你馬上運動完之後 然後趁著它的這些 神經傳導物增加的能力 都還在的時候 去做這個學習的事情 應該會得到 比較大的效果 那是為什麼這些研究 都要這樣子立即做的 這個關係 謝謝 因為你一直在強調做 運動的好處 我們尋常的人會知道 特別我們年紀大的 都知道運動的好處 但是呢 我們在培養 我們一些體育選手的時候 你知道在我們的教育裡面 體育選手的培訓 很多是在小學或國中 國中就算有體育班好了 可是這些孩子 早上運動 晚上運動 你知道嗎 他成天都在運動 那麼他的中間的這個血型 其實常常是廢棄 你知道嗎 被打折扣 所以 剛剛那個 吳恩老師在問 你要不要追問一下 我們那個運動都非常好的孩子 你問他們有沒有拿到 什麼樣的這個書卷獎 等等 一定的 我覺得可能是 可能還是要從我們教育上面 去出手 就是你要正常的學習 可是也要不許 你要做運動 然後讓你的學習不成效 那 譬如說 一味著運動 而不學習 我覺得 剛剛那個同學問的 其實有點不意思 就是 你如果一天到晚都在運動 可是你並沒有給他 學習上的刺激 那你怎麼去呈現你的學習成績 滿有問題的 謝謝 對我完全贊同您說的話 我想我剛剛在強調運動好處的時候 是沒有去同時強調是說 其實稍微講得到是說 就是說 運動改善是你基礎的這些 身體的這個結構 運作的情況 但是你還是要去用它 那用它 用比較這個 有智能的這個方式 譬如說學習的這個方式 來運用它的時候 你才能夠呈現出運動的這個好處來 那像剛剛那個 您提到的例子是 他如果整天早上也做很強 很高強度的訓練 晚上也做很高強度的訓練 那中間他可能都沒有精神去做一天 那些課程當中的正常的學習的話 那他就用不到那個 運動改善的這個好處 所以我想 對這是一個需要做的淡數 謝謝 好那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想我們演講在這邊 就正式結束 那如果會後還有更多問題 要問我們張老師的話 也歡迎大家 然後最後一個 就是一定要完成的儀式 就是我們有一個簡單的感謝狀 我希望要致電給我們張老師 謝謝大家的獎勵 謝謝